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总是心太软 但鬼谷则说了 心软之人是无福之人 做人心太软是没有原则的表现 太过没有原则 不仅自己会成为受气包 也未必会给他人带来方便 因此告别心太软的自己 做人做事要牢记三句话 不要被情绪左右 谋圣鬼谷则曾在谋篇中说过 貌者不美又不恶 故至情拖延 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所见所闻是什么 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不把情绪摆在脸上 这样的人无疑是沉稳可靠的 值得托付的 而心软之人 常常罪易为情绪所左右 别人的三言两语便可让其妥协 因而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掌控 常常失了自我 甚而酿成更大祸端 须知 太过心软善良 于人于己都未必是好事 老话说得好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做人要懂得拒绝 懂得适可而止 任何时候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要用理智去思考问题 而不是适事让情感占据上风 余生不多 要对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 莫让心软成为自己的弱点 懂得内缘外方 鬼谷则说 做人当如阴与阳 如阳与阴 如圆与方 如方与缘 未见行 原以道之 既见行 方以示之 进退左右 以示思之 人活一世 没有谁能够一路坦途 但也没有什么路是走不通的 希望或许就在拐角处 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因此 要懂得转圆的道理 同样 为人处事 也要学会适当的圆滑 心可软 却不能对谁都心软 更不能事事都心软 人生在世 务必善良 但也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用现在的话说 你的善良也要自带锋芒 正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说 立者 发愤自强 战得住也 打者 办事圆润 行得通也 一味心软 忍让 未必会让事情行得通 做个倔强而圆润的人 才不会亏人 也不会亏己 把握好方寸 鬼谷则有言 敬人不必卑劲 卑劲则少股 又说 让人不必退进 退进则入寡 谦逊是好品质 而太过谦逊 就会处处退让 变成了卑微 一个人 倘若连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又有谁会尊重你呢 俗话说 争得不自在 恕得大慈悲 做人当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些事可以让 有些事坚决不能让 凡事都要有个度 心软 也要掌握好分寸 否则就会让自己 让无可让 退无可退 最终陷入绝境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太过心软 太过悲切 不仅不会得到尊重 也未必会被人 一成相待 无论与谁相处 都要为对方留三分余地 更要给自己留三分余地 现代社会 人情冷暖 尤为复杂 既不能损人立己 也不必损己立人 读懂鬼骨子这三句话 戒掉心软 做个可软可硬 能进能退的人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三文 心太软之人 做人做事 要牢记三句话 来源 国学文化普及 点击一下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